大家都知道 如今很多人虽不是娱乐圈中的明星艺人 但是却一直都备受外界媒体的关注 比如澳门赌王何鸿燊的一大家子就是如此 而说起何鸿燊 想必大家都在熟悉不过了 何鸿燊出生于香港一个著名的家庭 但他的成就和成名并不取决于其祖先的硬币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破产了 家到中落 他遭受了寒冷的世界的折磨 然后逃到了澳门 当时的何鸿燊只有港币十元 经历九死一生 赢得百万身家 如今何鸿燊可是澳门博彩史上全是最大 获利最多 名声最响 在位最长的人 而他的一生更是被人们称为传奇 至今人被很多人尊崇 同时还在澳门回归中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被人称为澳门赌王 何鸿燊这一生聪明 睿智 有胆识 他是一个在赌场上从未输过的男人 不少女人对他崇拜至极 当然 他的感情史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一共有四房太太 17个子女 孙子也有好几个了 虽然已经去世 享年98岁 但何鸿燊的威名却可以流传很久 可见他是有多厉害了 虽然何鸿燊的儿女很多 都有喜爱 但是从年龄和各方面接触讲 他对二房女儿何超穷的感情最是寻常妇女情 因为在何超穷出生的那一年 刚好是何鸿燊拿到了澳门博彩专业营权 开设了第一家赌场 商界的人都比较迷信 何鸿燊也是一样 所以他相信是这个女儿给自己带来了好运 从此对他格外宠爱和器重 何鸿燊从小便培养何超穷接触经商 不仅常常在公共场合夸赞何超穷 并且更是亲定何超穷作为他商业帝国的继承人 所以长大后的何超穷精明概念有报复 有魄力 成为当之无愧的赌王接班人 而作为赤诈风云的女继承者 何超穷的手段和能力手去抑制 体态和形象也具有独特的气质 如今 已经61岁的她 稳重而又优雅的韵味欲发出众 不愧是出身豪门的名怨 说来也怪 何超穷年轻那会儿是很讨厌进商业圈的 用她的话来讲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意愿 恐怕她早就在娱乐圈里发展了 而现如今事业有成 身家过异的何超穷 在感情方面却一直没有任何的发展 61岁她都没有成家 她一生无儿无女 同时至爱陈百强被李嘉欣夺夫 上帝关闭了爱情的大门 但好在给了她更广阔的天地 众所周知 自从陈百强辞世以后 何超穷对于陈百强的怀念 在早前的采访和公开场合中也隐隐可见 许多粉丝和观众都曾猜想 何超穷可能会为了至爱 独自度过余下的岁月 可意外的是 前几日她发布了一张与一位男性贴脸的照片 这张照片立即成为了话题中心 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很多人开始猜测 这位与何超穷亲密合照的男人 是她的新男友吗 实际上她的身份也非同寻常 她的名字叫郑绍康 在香港公关界九富盛名 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吸引了不少知名明星和商界大老城 即便是赌王四泰梁安琪也对她频频示好 希望能通过她扩展自己的商业版图 但始终未能如愿 何超穷和郑绍康之间的友谊远远流长 二人不仅总一起在各种社交场合 而且还一起度过了很多温暖的时光 这段渐渐滋生情愫的友情 也不是没有可能逐渐转化为爱情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